杭州林平区有个朗诗蔚来街区东原小区 2021年杨女士在这里买了一套二手房 她说当时房子装修的还不错 所以没有重新装修 去年的话大概9月份的时候 然后我妈妈就是一个人在家 就是听到下面有声音 然后的话就去看到就是楼下的师傅 就割我们空调这个架子 然后去他们家发现楼下的人 已经把我们这个架子给割掉了 为什么要割呢 杨女士家客厅窗户外有个设备平台 这里摆了一台空调外机 外机下方有个铁支架 她说她家阳台在卧室里 也是前房东自己搭建的小玻璃房 楼下的户型她不清楚 不过楼下的阳台玻璃房 位于他们客厅窗户下方 这个侧面图 然后呢他们的就是阳台上的阳光房 正常高度的话 见到正常高度 他们是跟我们这个支架没有关系的 但是呢 他们现在这个阳光房超高 就见到了这里 跟我们这个齐平 导致他们的阳光房没有办法封顶 所以他们就偷偷把我们这个支架割掉了 杨女士提供了一张承诺书 上面写着 一位胡先生在装修中 把杨女士家的空调外机支架破坏 现承诺按原尺寸材料 重做一个安装上去 落款日期是去年9月份 后来的话就是这个人就一直联系不到他 然后我也有找物业 对方就是一直不出面 杨女士提供了聊天记录 对方表示可以赔架子的钱 但如果说要把空调挪开 重新装架子 真的没必要 杨女士回复 如果今天不来找你 你是不是从来没主动跟我讲过 杨女士列出了两个方案 一是按照承诺书落实 二是赔支架的钱 然后把支钱的部分焊接上 对方回复 以后别来联系我了 随后就删除了杨女士 来到邻居胡先生家 敲了敲门没人硬 找到朗诗绿色生活物业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帮忙联系上了胡先生 空调支架价子比较太长了 太长了它专用了空间 空间没有了 我有的时候我想上去 我那个阳光房上去 不是玻璃上面要打玻璃胶吗 那么那个架子太长了 我把它剧短了一点 就是不影响它的空调 空调稳定性一点都不影响的 它就不同意了 那我先把它剧的 这个是我不好 当时我也跟它盗窃了 我说赔你支架钱我赔你 如果空调以后会影响到你空调 什么稳定什么东西的我负责 他的这个那个那个诉求呢 就是说要我圆服圆 圆服圆的我觉得没必要 他认为据这个架子前提是 因为您的这个阳光房的 这个玻璃顶超高了 就是超到了他们家的 这个地板以上的一个高度 所以才导致要 这个呢超高不超高呢 因为我那个时候跟他的问题呢 也跟我们在外面里面都协调好的 那个超高这个事情 他也不要再说了 胡先生表示 之前也找师傅上门查看过 看是否能焊接上去 不过他表示 杨女士加在18层 在窗外作业的话 人工成本比较高 他希望协商其他的解决方案 他认为纯粹是多实际剧本 因为这个架子 汉坛上去都无所谓的意思 那可不可以在赔架子的基础之上 再跟他协商一点赔偿的费用呢 这个可以啊 这个我就一直在跟他 跟他说这个事情 我一直跟他谈这个事情 都可以的 你为什么拉黑呢 不愿意跟我沟通呢 为什么拉黑呢 因为你的语气啊 你错呢 那不应该你来找我协商吗 根本不是聊天的语气啊 你这事情是不是啊 不是酸量语气 胡先生说 接下来他希望通过物业 做中间方帮忙沟通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